拜登居然突然讲得非常的明白 当需要保卫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时候 我们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这是在讲到台海的时候 他以前曾经讲过 我还会考虑 可是这次居然讲得这么白 为什么讲那么白 因为刚刚讲 现在所有人推估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对这个世界的冲击 是无可估算 而且美国之前本来想要说 我要找地方来取代台积电 我要找地方来弥补这些损失 结果美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想不到对策 当想不到对策就发现 美国最近的态度完全不同了 包姐这几天的时候 拜登在出现 出席这个西点军校的时候 他讲什么 当需要保卫我国 我们盟友我们的核心利益 我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好包姐 他又讲出了 他对比说维护台海的和平 所以他是把台海归入到 这个盟友该有核心利益中 不是你说美国要保卫 他自己的国家 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这没有问题 连保卫他的盟友 保卫他的核心利益 接下来谈到台海问题 把三个绑在一起了 包姐台湾是不是核心利益 不是核心利益啊 我们台积电或是台湾的供应链 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之大 美国现在的第二大全职股苹果 第三大的这个回答 全部都是靠台湾了 台湾完的话美国也完蛋 所以事实上 美国的核心利益的确就在台湾 所以你能不能知道 他这是第四度讲 愿意出兵保卫台湾 第四度了 而且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什么 美国国务院还有美国相关的人 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情 没有人在否认了 所以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你知道 这次上礼拜不是中国军演吗 中国军演的时候 保卫你知道 我们当然我们台湾四处画面是说 我们台湾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 包括说他们的轰六 还有歼十六都被我们台湾锁定 保卫不是只有这样啊 中国官方报道什么 我们有这个军机 我们被外国军机锁定啊 所以显然还有外国军机在这个地方啊 他讲他是在南海地区执行 飞行任务 他说飞行员名字都有 叫王中元跟他的同僚 执行任务的时候 遭到四架外国战机挑衅 什么挑衅 使用火控雷达锁定他的军机 我们知道 当你被火控雷达锁定 就代表你已经在人家的导弹射程内了 对 所以显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去锁定他们 还有美国的这个外国大家都说是美国 美国军机在锁定他们 好 那你想说 那难道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才有中国的这个网友说 事实上这个军演不是中国军演 是美国还有台湾在军演 我们是很认真的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 好 那你要是想说 中国军机呢 他如果胆敢跨过一步 除了我们F-16可以轰掉他之外 保洁你知道 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军演的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触动了多少东西吗 我们台湾熊山 熊山哪里之后在台中啊 在乌石港啊 或是在肯定都看到之外 我们的天空飞弹也出来了 这个天空飞弹是我们的防空飞弹 我们防空飞弹也架出来 确定天空出来了 对 万一说 如果你真的蠢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相关的动作 另外我们还有陆射的天剑飞弹 陆射天剑飞弹是我们 原本是空对空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陆射版 也可以打击对方的这个飞机 所以就是说 他不只被我们锁定 他胆敢过来的话 真的我们台湾的万箭齐发 可以真的是 形同智慧岛般的 把它轰下来的一个状况